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日本围棋界今年来积极培养心血 被誉为围棋天才少女的小学四年级女生仲义锦 最近获准将于4月1号满10岁时 晋升日本棋院职业骑士 创下最年轻骑士的记录 日前大阪府警方邀请仲义锦担任一日警察署长 他穿上警察制服 宣导反诈骗 萌样喷发 圈了无数粉丝 日本棋院期待 仲义锦未来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 更期望借由他的超人气 吸引更多为其爱好者 年仅9岁 就读小学四年级的骑士仲义锦 最近获准在4月1号满10岁时 成为日本棋院职业骑士 刷新日本棋院最年轻职业骑士记录 虽然仲义锦还要两个多月 才能真正挑战职业赛事 消息一出已经引起众多媒体和粉丝关注 仲义锦人气大开 最近大阪府警方就邀请他担任一日警察署长 他穿上全套警察制服 挂上执行袋 对着镜头举手敬礼 宣导反诈骗 蒙样讨喜 众义锦在自己就读学区的公园 发送反诈骗文宣 当地民众十分捧场 众义锦被日本媒体誉为围棋界天才少女 奇异过人 奇来有自 她出生为棋士家 父亲众义性也是职业棋士 母亲众义性则是前围棋指导员 众义锦三岁时就跟着母亲学习围棋规则 五岁就在业余赛事创下最年轻的获胜记录 同时她的个性不服输 也是父母培养她走围棋路的原因之一 周恩景先前和奇胜锦山玉泰 公开对异 战成平壽 显现实力不容小觑 日本围棋界近年积极培养 心里带骑士 以对抗中国南韩骑士崛起 日本棋院透过新设的 英才特别采用推荐骑手制度 拉拔众义锦进入职业围棋界 期待她未来能在世界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 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围棋粉丝 张老社综合报道 长期陷入经济危机的南美洲国家 韦内瑞拉 政治情势出现大变局 韦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即国会主席瓜伊多 23号在反政府抗议游行中 在上万名抗议民众面前 自行宣布担任临时总统 取代独裁执政近六年的总统马杜洛 并成立过渡政府将举行 委国总统大选 瓜伊多的声明立即获得美国 加拿大及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表态支持 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推特上 承认瓜伊多临时总统身份 让马杜洛气得跳脚 扬言报复 马杜洛随后宣布与美国断交 并要求美方外交人员72小时内离境 指控美国举动 形同图谋推翻马杜洛政权 委内瑞拉军方也表态 不支持瓜伊多临时总统身份 在街头 镇报警察也有大批反对派抗议群众 爆发激烈流血冲突 甚至发射催泪瓦斯镇压 在马杜洛主阵下 委内瑞拉人民近年饱受恶性通膨之苦 至今已有约330万人选择逃往邻国 此外 马杜洛虽然去年5月总统大选成功连任 但这场选举因为反对派领导人 都遭软禁或禁止参选 让国际社会和美国人民 都认为选举是场大骗局极力谴责 这次委内瑞拉政局再度陷入混乱 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发布影片 力挺瓜伊多和反马杜洛群众 欧盟也发出声明 要求委内瑞拉不要漠视人民声音 并按照宪法秩序举行自由 且具可信度的选举 尽管国际间已有不少国家 力挺瓜伊多 但专家研判 马杜洛政权还不至于快速倒台 因为他手中仍掌握许多权力单位 尤其军方 中央社综合报道 大家好 我们是 叫阿兵 我是唱我大吉姆的 我叫做阿兵 我是大吉姆的 我叫做阿兵 我是大吉姆的 我叫做阿兵 我打鼓的 我叫我落的就好了 第二十九届 最佳新人 得奖的是 这个奖像是你从小到大看到 从小看到大的 你绝对不会在自己做音乐的时候 想到这个奖像跟自己有关系 何况是你入围的事项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 哇 我好像有点厉害 对我太好了 对 是不是对我太好了 对 我觉得我们算是比较逞强的小孩子吧 那时候还没开始正式做专辑 但是又想努力做着这个乐团 也想努力节省生活开支 后来发现 哦那就磨土试试看 就是大家买一条大客 客一阵子看看 每个人买不一样的口味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 果酱不同口味 自己制造自己生活上的惊喜 那时候这首歌讲的是 这首歌讲的是 这首歌讲的是 这首歌是 他其實是個意境 他這首歌是原來 像是我跟我朋友之間的約定 所以 我覺得像我們這種比較普通的男生 就是覺得我今天要有個家 我要有心愛的女孩子 要有一個可愛的家庭 才不要做平安 這是一件平安幸福的事情 在擁有這些平安幸福之前 人人都是浪子 那我今天要做的是 我希望能夠這群朋友 無論如何我們努力到那個時候 我們再一起來聚一聚 這首歌是這個感覺 那寫給朋友我覺得最直接就是 用我的母語 我覺得最正直 因為有入圍最佳台語專輯 然後他都覺得說 你這個 都入圍的東西 如果有機會得獎 你一定要上去講個台語 對啊 你那入圍這個東西上去講國語 你怎麼敢不過 我對於台語文本來就 比較有一點認同 我爸爸也非常喜歡台語文文化 所以他很自然的會把這些東西 母語的教育加注在我身上 那久了之後我其實自己也很喜歡 打從心裡的喜歡講這個語言 我以前是台語講得比國語還好 我以前講國語會 我那時候剛上來台北 他們都知道 國語很重的 對那個 國語你都聽得出有台語的 台語對我來說比較像 想到家人 比如說過世的長輩啊 像阿公啊 他們都回去宜蘭看他們就是講台語 所以你只要講台語或是 你會想到很多事情 或是你就會看到你熟悉的面孔 比如說父母跟親人的 台語像是家人的感覺 對 藝術上的成就不會因為你的生活狀態 被削減啊 那個慾望 不會跟我們在什麼階段拿到什麼東西有關 創作這件事是永遠 跟自己的生命是同步成長的 我到現在還是一樣過 也沒有什麼好轉啊 那就是日子還是照過啊 在攝影機的攝影機的攝影機 真的一模一樣 就是我覺得懂得感恩啊 就是因為還是有很多 很多大大小小的機會 自己可以去試試看 會有一個覺得 我一句話就懂會有機會吧 那確實我們在今年 得到一個這個禮物真的很開心 積極樂觀 感恩喜福 南韓流行音樂K-POP 風靡全球 已發展成50億美元規模的娛樂產業 現在觸角伸向兒童界 這首帶著志氣舞蹈 朗朗上口的兒歌 鯊魚寶寶 2016年推出後 受到熱烈歡迎 在YouTube的點擊率 已衝破22億次 號稱是兒童界的洗腦聲曲 持有這首兒歌股權的 南韓娛樂公司 Smart Study 去年營收已上漢3300萬美元 再加上日前傳出 將推新一波兒歌 股價瞬間飆漲30% 由此可以看出 南韓娛樂產業的企圖心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 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 我是黃家華 張秀 張秀 而言 和興愁 街領 又以為 無影響 對 天 也 發生 對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